回起来focus周三印尼总统大选的结果 现任的国防部长叫做普拉伯沃 拿下将近六成的选票 他将成为印尼的新总统 他这次呢会找回佐科威的儿子来当副手 也将成为印尼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 市场呢非常看好 新任总统政府搭党的组合 佐科威的政策渴望延续 因为他儿子将来是副总统 那么首都搬迁计划也不会改变 印尼股市在周四就反映出来明星向背 创下了这两个月来最大涨幅 随着音乐摇摆欢呼 72岁的印尼现任国防部长普拉伯沃 在总统大选中预期将胜出 成为这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总统 根据非正式快速选票统计 普拉伯沃赢得近六成选票 与副手现任总统佐科威 36岁的长子吉伯朗 上台接受支持者欢呼 宣布这是所有印尼人民的胜利 普拉伯沃十年前就出马竞选总统 但连两届败给佐科威 这位前特种部队指挥官 因人权记录不佳 曾被美国禁止入境长达二十年 还是前独裁总统苏哈托的二女婿 这回如何反转军事硬汉形象 掳获印尼人的心 第一步就是找来至今人气不坠 施政满意度超过七成的 现任总统佐科威的儿子搭档 让佐科威不仅没表态支持执政党候选人 反而暗中为反对党组合拉抬声势 有了招牌年轻副手 普拉伯沃的第二步就是社群 这段他在盛选舞台上 忍不住跳起来的舞步 正是让他在网路上爆红的片段 七群大叔手舞足道 跳上一段有些挫又不失可爱的舞步 立刻风靡印尼大街小巷 从年轻人到市场大妈各个会跳 而短影音平台TikTok 更在选战期间 成为印尼仅次于电视的第二大政治资讯来源 普拉伯沃阵营成功运用社群 和具感染力的舞步 吸引关键年轻选票 不曾经历过去独裁历史的年轻时代 在数位社群的渲染下 只看得到化身Q版的普拉伯沃 过去脾气暴躁的民族主义者 现在成了爱猫的可爱阿公 在这个世界第三大民主国 两亿选民中超过一半四十岁以下 最终大多数人选择了稳定 因为普拉伯沃强调将延续现任总统 左科威的政策 一度被列为脆弱五国的印尼 在左科威两任十年执政下 经济成长率平均百分之五 基础建设升级 国家财政管控得宜 货币稳定 两位数通膨率不在 如今即便他下台 还是将继续发挥影响力 因为他的儿子将成为副总统 印尼拥有巨大国内市场 还有丰富天然资源 包括棕旅游和电动车所需的孽 对东南亚各国也有外交影响力 大选结果牵动全球政局 不过计票横跨一万七千个岛屿 目前另外两位候选人尚未认败 官方结果将在三月二十号前公布 新总统十月宣誓就职 铁新闻众科报道